可见叶晨在天丹老人心中的地位有多么高 小柔在一旁都看得有些吃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前几天自己还想将之灭杀的青年男子 竟然是一名能让如此强者敬重到如此地步 叶晨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中却也是一阵大喜 说实话 虽然有玄寒玉的指点 但能不能一次将金屋链体丸炼成 叶晨心中也颇为没底 不过若是不表现出高人风范 又如何将这看起来又臭又硬的老家伙给唬住 让他将这些东西拿出来 有了这三足乌金顶 他炼制金屋链体丸的成功率也能更上一层楼 天丹老人看到叶晨颇为欣赏的模样 有些自得地笑道 这丹铭为乌金药王顶 出自上古药王谷 老夫为了得到这顶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希望还入得了圣师法眼 叶晨笑了笑道 多谢前辈了 下一刻 他也不再废话 在乌金药王顶前盘膝坐下 天丹老人颇为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见证一名丹道圣师炼丹 对于每个未达到这一境界的炼丹师而言 都可谓是一种荣幸 叶晨在脑中将玄寒玉所指点的炼丹之法 体悟了一遍 炼成拥有丹纹的日月化龙丹之后 其丹道修为也算有所长进 不过金屋炼体丸是极其特殊的丹药 炼制难度比之日月化龙丹还要高尚不少 他双眸之中神光骤起 身侧的一枚水蓝色珠子便落入了药王顶之中 同时抬手一点 一道散发着极为炽烈气息的蓝紫色火光 便落入了炉顶之中 整个乌金药王顶立即被一道蓝紫火焰包裹其中 那水蓝色珠子也飞快地融化开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一渐渐天才地宝会入药王顶之中 夜尘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多 庭院之中的药香也愈发浓郁 而一开始有些紧张的天丹老人 此刻已经完全是一副激动无比的神色 他看着夜尘与丹炉就仿佛在瞻仰神迹一般 夜尘的手法火候时机等等 都让这位几乎站在暗欲顶峰的炼丹宗师 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看了夜尘炼丹之后 天丹老人只觉得自己这辈子 白活了 此刻他对夜尘丹道圣师的身份再无怀疑 同时天丹老人目光闪烁 圣师炼丹结束之后 一定要恳请圣师将自己收入门下 能够追随这样的丹道圣手 聆听其教诲 对像自己这样的炼丹师而言 是无上的契约 他甚至怀疑 夜尘之所以让他感到如此年轻 难道是炼成了某些传说之中可以返老还童的神丹吗 天丹老人越想越是如此 否则的话 圣师如何能以如此年纪在丹道之上取得这样的成就 不由的天丹老人看向夜尘的目光越发崇敬了起来 只是不知道圣师为何会成为这顾玄的弟子 在天丹老人看来 夜尘的丹道造诣如此高深 炼制着金屋炼体丸的过程之中 无时无刻都在刷新着自己对丹道的认知 随便一个细节抓出来 都值得自己深深揣摩 那夜尘的修为也必然在自己之上 是超越乾坤境的恐怖存在 只是服用了某种神丹返老还童 看起来才如此的年轻 这样的存在 一个乾坤境后妻的丫头 如何能成为其师父 简直是笑话 突然之间 天丹老人神色一变 想起了一个关于顾家的传说 据说顾家老祖当年 也是在暗喻叱咤风云的智强之一 其一身毁灭神道恐怖至极 几乎无人可挡 不过 鲜少有人知道 这顾家老祖在丹道之上 也有极高的造诣 难道圣师隐藏身份 接近这无知的顾家丫头 为的就是顾家老祖 留下的丹道传承 天丹老人不由的暗暗点头 肯定是因为如此了 他不由感叹 一直以来 他天丹老人都自认为 在丹道之上投入了一切 可比起圣师 他天丹老人的觉悟实在是太低了 圣师为了得到一份丹道传承 不惜屈尊降跪 任一个小丫头为师 这份气魄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也难怪 圣师能在丹道之上达到如此境界 顾璇和小柔此刻的注意力 都已经不在业尘身上了 而是神色怪异地看着天丹老人 这老家伙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此刻 天丹老人简直都要化身 业尘的脑残粉了 看着业尘的眼神 已经可以用狂热来形容 就在这时 最后一件材料 也落入了乌金药王顶之中 轰隆一声 顶盖重重落下 叶尘的神色也越发凝重了起来 现在是宁丹的关键时刻 包裹着药王顶的蓝紫色火焰 忽强忽弱 变化不定 药王顶之中 强烈的药力弥漫而出 甚至云隐散发出了大道韵律 叶尘目光转动 猛地一挥手 顶盖悬空 一枚金光灿灿的丹丸 从乌金顶之中飞出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天丹老人神色微变 这丹丸半成未成 难道圣师第一次炼制此丹 略有疏忽 宁丹过早了 可叶尘看到这半成丹药 却是微微一笑 面容逐渐放松了下来 他守一点 按照玄寒玉的指引 一道散发着浓郁月华之力的灵光 便落入了金乌炼体丸之中 金芒与月华互相交织 这半成丹药 竟是飞快地圆融起来 顷刻之间便宁为成丹 一股浓郁到了极点的药香 瞬间自乌金炼体丸之上 激荡而出 丹成 叶尘最后加入的 自然是月夜灵髓 按照玄寒玉的说法 金乌炼体丸药性猛烈 极为容易在承丹之际 药力无法凝聚 爆发而出将丹药破坏 所以 天丹老人才在八寒魔玉炼丹 并以悬寒灵气压制 而月夜灵髓之中 蕴含的乃是太阴月华之力 比之悬寒灵气 更为适合镇压金乌炼体丸的药力 天丹老人看着那悬浮在叶尘面前的 金色丹丸 面线难以置信之色 圣尸竟然一次就将这自己研究了数千年 都无法炼成的丹药炼出来了 虽然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实际看到 天丹老人还是不由地满心震撼 看着夜晨的眼神也愈发恭敬了 更为肯定夜晨是大能的猜测 夜晨看着那金乌炼体丸 却是不由地微微皱眉 天丹老人健壮 开口问道 圣尸 怎么了 这丹药有问题吗 夜晨道 丹药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没有炼出丹纹 倒是颇为遗憾 如今三月之期快到了 时日无多 夜晨若是想要尽快炼成这百邪血炼法 所使用的金乌炼体纹最好是拥有丹纹的 效力越强 修炼的速度自然也越快 天丹老人文言呆滞了 他的表情一时间有些苦涩 在暗喻之中 他被称为丹道宗师 可现在看来自己如何配得上这个称呼啊 数千年钻研 毒法炼成的丹药 却被圣尸仅仅参悟了一天丹方之后 便随手炼成 但即便如此 圣尸却还不满意 在他看来 恐怕炼出没有丹纹的丹药 都不算炼丹成功吧 这境界是自己望尘莫及的 当即 天丹老人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之色 突然对夜晨一败倒地道 管圣尸炼成这金屋炼体丸 老朽宛若醍醐灌顶 感触颇深 还请圣尸给老朽一个机会 随圣尸修行丹道 在场众人文言 神色都有些怪异了起来 这地位尊然 实力恐怖的天丹老人 竟似乎要拜夜晨为师 就连夜晨自己都是微微一愣 片刻后淡淡开口道 以我的修为 如何能够教授前辈丹道 最多互相交流一些丹道上的心得罢了 他在心中苦笑不已 若是有天丹老人这名恐怖强者 追随自己左右 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简单 不过他可以肯定 这天丹老人是误会了什么 若是真的让他一直待在自己的身边 很快就会发现破绽的 甚至会发现玄寒玉的存在 既然如此 他自然不可能真的让这名老者 跟随自己修行什么丹道 这丹道连他自己都没有搞得太明白 天丹老人文言却是神色一暗 是了 以自己这等资质 如何能成为圣师的弟子 想要追随圣师 恐怕也得是那种万古一剑的丹道奇才吧 不过很快 天丹老人眼中又是明亮了起来 能得到圣师大人的几句指点 也是天大的机缘了 接下来的几天之中 叶晨没有继续炼丹 而是转而开始参悟摆协训练法 同时偶尔与天丹老人交流丹道 在玄寒玉的指点下 解开其在丹道上的一些疑问 以玄寒玉在丹道上的造诣 指点天丹老人意识毫无问题 而天丹老人每次与叶晨交流过后 都是欣喜若狂 对叶晨的态度欲发恭敬了起来 仿佛在叶晨面前 自己才是个晚辈 而叶晨才是前辈一般 这一日 无明城之中的天地法则 突然混乱了起来 无尽的灵气海纳百川一般 朝着无明城汇集而来 整个明州 甚至是明州附近的苍州 梁州之中的舞者 都是面现惊悚之色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这灵气汇聚的中心 赫然正是无明城暗抚 空间波动激荡 树道气息恐怖的身影 同时出现在了无明城暗抚四周 目光微闪地朝着脚下的暗抚看去 此刻 整个明州暗抚 已经被浓郁至极的天道意韵 所笼罩 傾疑